嗨,大家好我是May,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曾如今天的影片標題 我掙扎了一年多所做出的重大決定是什麼呢? 我經營三年多的資訊品牌May Your Fit要正式收掉了 唉,確實來說是要收掉服飾的部分 並重整品牌的定位,重新出發 那我相信看到這個影片的很多粉絲們 或者是還不熟悉我的各位 可能到現在才知道說 蛤?原來May有自己的品牌喔? 那這邊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這個品牌是在2021年的時候 當時是取我本人的名字May May You在英文有一個希望你怎麼樣的意味 所以May You Fit 就是專注在女性的身心平衡 跟晨曦May本人在社群平台上面 一直以來所輸出的健康、自信跟愉悅的生活方式 那這個品牌當時成立的時候 其實也是懷抱著滿滿的熱忱跟夢想去製作的 但是一投入品牌之後才發現 經營品牌跟經營IG、Youtube 完全是一個不一樣的過程 怎麼說呢? 就是經營社群 你可以用一個很低成本的方式去製作 而且你只需要 即時規劃這一週、下一週 頂多是下一個月的社群內容 但是經營品牌完全是一個很不一樣的skill 我大概也能理解很多創作者背後 其實都有集團跟網紅公司來操到 因為製作一個商品本身就是一個很高難度 又需要花很多的資金跟人力所完成的一個過程 那相較而言May You Fit 是我親手孵化的很精簡的品牌 我們沒有PM、採購、沒有設計師 所以當我們在規劃衣服的款式的時候 買部、選部以及跟工廠的來回打樣 試穿等等 耗時半年到一年才有最終大家所看到的成品 這也導致我們在推薪品的速度 比其他品牌慢非常多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並沒有那麼大的集團跟公司的資本來支撐 那我這邊先講一下 當時為什麼會想要做衣服呢? 那這個故事呢 就要講到我還在台大唸書的時候 推出了一個還蠻轟動的女子訓練短題 而且是有台大授權的 那想到我那時候快畢業的時候 連一件NTU的衣服都沒有 因為我覺得當時候學校出的款式沒有很好看 然後也沒有辦法展露我健身苦練的好身材 對那因人機會之下福大支品系的學生 他們來找我合作 要測試一款用廢去魚鱗回收製成的環保布料 那時候我是和他們合作一堂運動課程 去測試這款布料的透氣性 那那個布料呢非常的成功 就是有讓他們得獎 但是在他們畢業之後呢 這個布料就沒有獲得很好的利用 所以我就自己去找廠商說 來幫我做一個很fit的訓練短題 然後上面又放了幾個我在社群很常用的 Hashtag 比如說fitness lifestyle啊 什麼fitness addict 前面就放一個簡單的ntu 那因為這個版型呢 很簡約又很酷帥 所以當時候我做了200件這個訓練短題 那還蠻意外的就是 這個訓練短題在一週後就幾乎受慶 那當時候我就覺得還蠻激動的 就是我沒有服裝背景的人 憑著一股熱忱 然後竟然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銷售出那麼多的商品 對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建立品牌 跟想要做衣服的一個小小契機 那除了這款hashtag短題之外呢 我們品牌後來也推出了一個 還蠻人氣的熱銷款 就是the future is female 未來是女性的短題 那當時候想要做這個短題就是因為 這個長度剛好是可以遮住 我有時候沒有自信的腰部墜肉的地方 然後寬口折袖的部分 又可以巧妙的遮住女生的白白肉 所以這款短題當時候一推出的時候 其實也獲得了很大量的關注 跟女生顧客的好評 那說到Mayu Free跟其他運動服飾品牌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希望打造的是極簡優雅 然後在剪裁上面又有修飾效果 但也不會過度的裸露身材 即便是對自己沒有那麼有自信的女生 穿上我們的服飾也能感受到自在以及美麗 然後在成本方面我們也沒有像大公司大集團 有很強的下單能力 我們沒有辦法壓低經貨成本 也沒有額外供應商的資源 所以小量的下單在我們的成本上面其實是非常吃力的 對所以其實根本的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是走小量生產制 我們沒有辦法壓低太多價格 那為了給大家能夠負擔的價格 我們大部分的品項都是壓在千元以下 所以也沒有多餘的資金去做Marketing 因此我也覺得很萬惡 因為有很多忠實粉絲們 他們很喜歡我們的運動服飾 但因為身兼素質的我 再加上我現在又來國外 沒有辦法趕上服飾的快時尚的特性 完整的考量之下呢 我們發現服飾的這一塊這一兩年來都是虧錢的 所以才會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那現在要來回應一下砍掉服飾之後 我的資創品髮會有什麼樣子的轉型呢 其實我對於後續的發展 我認為這個定位會變得更加的清晰 以及跟我過往在社群平台以來 所輸出的健康飲食跟運動風格的形象 會還蠻align的 因為我發現喜歡我的粉絲們 對於我所分享的食譜、飲食Vlog 相關的知識都表達高度的興趣 所以在我們之後的產品的項目 我們會以我們自主開發的食品 以及我們嚴選台灣小農的食品 去打造出一個專注於健康天然美食的食品品牌 那我認為這個會更加的去強化 我自己的優勢在於說我深知消費者的痛點 因為我本身就投入健身飲食多年 我知道我的女性消費者 我們都很注重營養素 很注重美味的程度 以及我們希望這個產品 不要有太過度的人工添加物 所以像我們跟巧拉合作的 蛋白質燕麥卡茲 以及我們跟Naked所合作的 黑可可米果蛋白棒 都有非常棒的銷售表現 然後近期呢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台灣的小農食品品牌很棒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我有拜訪了一些農家 比如說我們跟陳家莊的米餅合作 稍微的轉換了一下 這些比較傳統的台灣農家的包裝 更換一個比較可愛跟時尚的風格 意外的獲得我們女性消費者的好評 那其實沖繩品牌的定位 跟忍痛切割掉 沒有在賺錢 跟我覺得我自己本身 也沒有到太大熱忱的項目之後 我更能親屬我的品牌的定位 然後也更有自信說 我可以跟我的消費者 產生一個更好的連結 那因為我現在本身在紐約大學 念Integrated Marketing 所以我這邊也 應用了品牌金字塔的例子 去寫出May you fit 未來怎麼樣子去 由下往上的去傳達 更大的價值給我們的顧客 品牌金字塔的模型 主要是從產品特色 功能以及情感上的好處 進而思索品牌能提供給顧客的價值 以及品牌本質為何 那這個影片的Ending呢 我想要稍微講幾句話 因為其實我蠻慶幸的是 小時候我是一個很負面的人 但是到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 當我看待失敗的時候 我一直都是用一個很正面 跟積極的方式去思考 我認為失敗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終點 而是一個挑戰 可以去激發我更大的心智 更讓我去了解到說 這些彎路 或者是這些走過的錯誤的路 其實都會引導到 我想要去前往的方向 我的決定 希望你們能理解 那這次Campaign為了回饋 長期支持我們的顧客 我們提供最大的優惠 單件的折扣有六八折 服飾三件更有四九折的優惠 如果對這個資訊有興趣的話 我會提供連結在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點選 然後最後想要講的就是 真的很謝謝各位 長期以來的支持 那我相信在重整品牌之後 以及人力的資源運用上 我可以更聚焦在 健康食品的推陳初心 去努力達到一個清晰 以及更符合消費者期待的食品 持續的造福喜歡我們的粉絲 那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